男人第一次出轨是最容易治的 而且越早发现越早治 他那个欲望就会被越容易关得牢固 我们在实际咨询当中 无数次的案例都是第一次处理好了 整个家庭关系就容易好 两人的关系还容易上一个新的台阶 最怕的就是第一次男的一忏悔 或者有一些男的是在吓唬女的要离婚 然后女的就原谅了 算了我就忍着过吧 那男的很快就会开始有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无数次 很多女人是很清楚 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找这个找那个 可因为有孩子可能因为经济原因 总之他们是真的离不了婚 有些男人好一点了呢 还给家里钱 但真的有的男人钱也不给 人也不回 一说他他就嫌你烦 还不断往外跑 对这样的男人已经被伤透的原配 不是没办法 是第一被磨得没力气去治他 第二是一直没有用对方法 所以这些女人只能忍气吞声 等着男人良心发现 或者祈求孩子快点长大 这辈子就这么被消耗过去了 所以对这种事情最好就是 从刚一开始就彻底的治疗 如果你第一次没处理好 现在你要重新用对方法去处理 你如果就深陷在一个无力改变的困境当中 又想改变唯一的方法 也就是先要让自己站起来 真的没劲站起来了来找我们 我们扶着你 把你内心先疗愈了 伤口愈合了 开始自己供血了 那你就能改善现在的状况了